你是知道的 我是老来得子 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恐吓信 这也太过分了 即使这样 我还能撑下去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商会那边也传来了消息 说是要联合抵制咱们报社 撤销所有的广告 这么赶紧杀绝啊 看来真的是 戳到她的痛处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 这样吧 我心里也过于不去 虽然王清哥还没有完稿 但我还是按完稿的报酬 来算给南宫燕先生 希望你帮我解释一下 好吧 主编您的意思我会带道道 麻烦您了 淑言和山清的帮助 让出于绝境的我们 得以片刻的喘息 可我依旧无法放松紧张的神经 因为危机随时都可能到来 你吓我一跳 昨天晚上写稿到那么晚 怎么也不多睡一会儿 就这么看着你 就算不睡也是挺好的 还说笑 你别忘了 咱们躲在这里 可是为了逃避抓捕的 我不说笑 我捧着个脸 他们就不来抓我们了是吗 你说得好像也有道理 放轻松一点 有时候我觉得 上天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让我们这么独处 其实挺好的 可是好梦总是容易醒 我好担心有一天突然醒了 你就不在我身边了 不会的 不会的 我说过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什么危险 我都会紧握你的手 不会松开了 文忠 真的谢谢你 自从我家出事以来 这是我最安心 最幸福的一段日子 应该是我谢你才对 这几天也是我人生中 最美的一段日子 放心吧 只要我们俩在一块 什么样的困难 什么样的危险 都能闯过去 快点吃早点吧 来 你干什么要吓我一跳 书员给的钥匙太难开了 再说了 我要不穿成这样伪装一下 你爸他 跟踪我找到你怎么办 山青 这么早过来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其实 我是过来通知医生 你那巧说不用再写了 为什么呀 是不是林世维 买通了你们的主编 他写恐吓写恐吓我们主编 而且他还放消息 要联合上海商会 撤销我们报社的广告 主编让我想办法联系你 说一声不用再写了 就算再写 他也不会疼了 林世维纪人 愿意用这种手段 威胁你们主编 就证明他很心虚 就说明他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过去的恶行 那还用说吗 现在所有读者都在猜 那个丧心病狂大亨究竟是谁 随着小说将文 这个答案呼之欲出 他能不怕吗 只要他怕 就是好事 山青 我要让你去找一个人 跟他谈一谈 喂 你好 是林老板 没错 我就是林世维 我是新生日报的总编啊 我们报社的老板 听说了 关于商会要撤销广告一事 想亲自跟您面谈聪商一下 不知可否 没错没错 商会的人跟我说了 之所以要撤销广告 全都是因为你们设 最近刊登的那个连载小说有问题 这些好说 最关键的是 我们老板一定要见您一面 当面谈一下 这小说日后的安排 行 我明天下午两点有空 好吧 不行啊 我们老板只有今天下午有时间 那 那就今天下午两点 那好 那就请林老板 今天下午来我报社一趟 我们老板一定会恭候您的大驾光临 那你 fitting 一定是想用高文中这篇小说来跟我讨价还价 好 我就看你怎么说 林老板来了 欢迎 欢迎 我们社长办公室小 这位 阿群 在这儿等我 请 社长 林老板来了 林老板 久违了 坐 原来是庞老板呢 林老板 怎么 还在伤病呢 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看呢 庞老板真会说笑 我只是想不到你突然当上了 新生日报的社长 感到非常地意外 没什么 当这个社长啊 纯粹是个人爱好 前一阵子 我的庞大剧院 斗不过你们金舞台 所以呢 我决定全面状况 好吸引观众 于是 这段时间我就闲了下来 我偏偏爱上 看这个连载小说了 这个新生日报出的 忘情歌真的非常好看 不过 我好像听说有人不太喜欢呢 找人上门来威胁主编 还说要撤掉广告 让这个报纸没法经营下去 一想到看不到忘情歌我就难受啊 于是我就一口答应把他买了下来 我就是想让这个小说一直刊登下去 我就是想看看 这个无恶不作的 熬孝云 到底是什么下场 是吗 一篇连载小说 竟然引起了这么大的风波啊 又是恐吓主编 又是撤销了广告 看来对手是来势汹汹啊 如果我是您 我就会明哲保身 在这个节骨眼上 如果出什么事的话 就不好收场了 林老板 你多虑了 我既然买下了这个报社 我就有信心把它做好 对了 林老板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忘情歌呀 不瞒您说 我觉得您和这个里面的反派 还真是有几分相像哦 彭老板 您真有意思啊 小说嘛 不都是胡说八道的吗 您还真觉得 那个大反派是我呀 这年头 大反派不好演哪 那可能是林老板太忙了 没有时间去听那些街头相闻 不过 可是不止我一个人这么说呀 如果我要是你呀 我就会把它买下来 到时候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是吗 不过现在 好像是措施良机了 林老板如果想从我这儿 把它买走的话 也可以呀 我一定给你一个最便宜的价钱 庞老板的心意我领了 谢谢您这位爷 您 您 林老板 您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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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小说中的人物在影视你啊 现在 庞老板 你坚持着把往前后的故事端完 您有什么对策吗 对呀 您之前一直对外界说 您的旗主机会是传弹淹死的 这跟小说的女主人共同经历很相像 您有什么样要说的 别配了 让开 让开 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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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说上去吧 大家安静一下 我保证望清歌不会停开 直到你们看到无恶不作的敖笑云 是什么下场为止 我还会把望清歌重新印刷 做成单行本小说 让大家一气呵成地 从头再看一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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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好 上过了 干杯 你们不在场实在是太可惜了 你是没看到 当时灵世伟被旁大昌 气得脸是一阵子一阵绿 然后那些记者一拥而上 就问他 为什么要小时候停开啊 他是不是就是那个 无恶不作的大混蛋 实在是太解气了 你们这回可真是 打了漂亮的一仗 为了胜利干杯 来 来 怎么了 承鄞 不是应该开心的吗 你们是不了解灵世伟 可我对他的狠毒 还是心有欲击 我担心我们这么逼他 他最后会狗急跳枪 他现在在明 我们在暗 他奈何不了我们的 是啊 而且文忠刚放出了 另外一个难缠的对数 庞达昌盛和他缠斗 他一时肯定难以招架 但愿如此吧 文忠 珊青 疏远 你们为了我无缘无故地 卷进了这个漩涡 我很感激你们 可是更担心会连累到你们 你要是真想感谢我们 你就得开心点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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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隽 在 既然庞大昌跟高温柱 是一伙儿的 你跟外面人讲 谁要是捉住了高温柱和承鄞 赏金加到五千 是 仲相之下必有永福 我看他们往哪里跑 明白 请 大哥 你喝吧 我觉得刚才承鄞说的 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你在外面可小心点 因为临时围 知道咱们俩的关系 放心吧 我会保护自己的 你们也是 听到任何风吹草动 赶紧跑 来 尤其是你这个小说 越早完成越好 我知道 珊青你能不能有空 去帮我看看我爸 我挺担心他的 我想知道他的近况 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 我先走了 好 请 高伯伯 我刚才在文化部那边采访 所以顺道过来看看您 没打扰您吧 珊青啊 来来来 坐坐坐 高伯伯 我刚才在文化部那边采访 所以顺道过来看看您 没打扰您吧 还是希望他还在前逃 这每次回到家里啊 总觉得心里空牢牢的 有点物是人非的感觉 高伯伯 你也别太伤心了 我还是相信 文中一定会在 合适的时候站出来 说明一切 给您重聚的 但愿吧 这一切 珊青啊 你如果有机会碰到文中 请告诉他 我相信他小说中 所写的一切 如果他能够和成英 一起自首 我一定帮成英讨回一个公道 让他家人 沉冤得学 如果能联系上文中的话 我一定会告诉他的 而且文中如果知道了 您相信成英的身世 也明白了他为什么 要帮助成英的话 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还是那句话 告诉他们 在外面潜逃是不安全的 回来自首 才是最安全的 大哥 都七点多了 今天开例会 怎么连一个理事都没有到 他们家里办公室的电话 我都打遍了 都说出门了 那就奇怪了 说好了一起商议 撤销新生日报的广告的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林老板 上海商会的所有理事 刚刚在隔壁开完会 其中十八位理事 一同联手 希望你辞职 辞职 庞大畅 我看你是三个月不闹一次 你这心里头不舒服是吧 上海商会需要的是 有微信 好口碑 能服众的主心 这儿可不同于淮安小镇呢 庞老板 说话小心点 我告你诽谤 我诽谤你什么 淮安小镇不能提吗 我不过是打一个比喻 套用一下小说里的内容 没想到林老板 你却自行对好入座了 这样的话 我想帮你澄清都不容易 各位商会的朋友们 请进来吧 省得你说我独断独行 逼你下忙 请 请 林老弟 你的传闻全上海都知道了 这会影响商会的声誉啊 为了顾全大举 你还是辞去商会主席一职吧 是啊是啊是啊 刘主席 那些风言风语 不足为信哪 人言可畏啊 你先辞去避避风头吧 大家在商会打拼了这么多年 谁背后没有一点风言风语 就凭这些无凭无据的指控 难道就想让我辞职吗 连鼠声明 我们已经拟好了 只要大家在上面签字 就可以落实 好 既然你们已经串通好了 我走 阿全 在 把商会主席印章交给他们 这就算是正式交接了 祝您日后前程更广大 生意越做越好 黄老板 山水有相逢 咱们走着瞧 好 我等着这一天 刘主席 我是觉得 是 你被人利用了 金舞台最近的上座率明显下降 云老板 得想尽办法才是啊 云老板 对不起 我在想别的事情 关于金舞台 你要多想想办法 如果有具体方案的话 来告诉我 是 还有 还有 还有什么 金月亭金老板那边 来调查过没人的亏损额 怕是 我宁可金舞台 接触在我的手里 我也不会还给他 大哥 红颜 你先出去 是 把门带上 去吧 大哥 发现了高文中跟成英的下落 他们躲在什么地方 我派人跟踪了高文中的朋友 其中就有罗家凯的女儿罗书媛 他们很有可能躲在罗书媛的家中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他们一定躲在罗书媛家中 大哥 我们该怎么办 你把成英给我带回来 让我处置 其他的人你看着办 是 大哥 快去吧 等一下 书媛的父母知道这个电话号码 但他们不知道这有人住 不会打过来的 文中 文中是我 山青 山青 怎么样了 红颜说灵世卫 已经知道你们的下落了 赶快走 以后他想办法联系我 好 我知道了 什么事啊 灵世卫知道我们住在这儿了 很快就到 快走 快走 站住 别跑 站住 站住 别跑 快 别跑 站住 先找个小旅馆落脚吧 快走 是不是那个 走 快走 快走 你赔我东西 滚 下来 快 快 高先生 程姑娘 就是这儿了 我看你们就先在这儿躲避一段时间吧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我带人收租的小铺 之前就是做木制家具的 现在都一直控制着 你们就安心住吧 小月 我们住在这儿 会不会给你添麻烦啊 眼下全上海的警察跟地痞都在找你们 你们怎么还到处乱跑呢 我们之前藏身的地方被人发现了 所以才不得不跑出来的 我听说 林世伟她下了重金 说一定要找到你们 我家就住在后街 反正照应你们也方便 这后边有个小房间 我帮你们收拾收拾 不用了 我们自己收拾就可以了 那我去帮你们拿点吃的 谢谢小月 收拾收拾吧 嗯 洪燕 他们俩怎么样了 我今天就是专程过来感谢你的 还好你及时通知我 他们已经在灵神未来之前 安全撤离了 那就好 昨天晚上一整夜 他们也没有消息 害得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他们的人刚刚传来口信 说他们已经在一个 安全的地方落脚了 我过来通知你 就是怕你担心的 他们安全就好 这样 正好今天我才今天休假 你也不用赶回去上班 我请你吃午饭吧 就当是替文仲他们谢谢你 好吧 这边走 来 来 你说 当是我通知文仲的时候 也是不知道 我现在没有消息 有个人 好像有什么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去做什么 我认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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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用什么方法 我希望营业额能提升百分之二十 明白 你们先下去吧 是 王爷 你等等 你回去告诉那些演员们 从今天开始 都不用来上班了 等现金周转过来 再来领薪水 好 我知道了 快点 鹏燕 你今天 终于可以在太阳下山之前下班了 你是取笑我 还是安慰我呀 接下来 有什么打算 打算 哪有什么打算 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虽然收入微薄 但如果你不介意 粗茶淡粉的话 我还可以多养活一两口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知道你明白的 你只是一直在回避我 山清 我的背景你比谁都清楚 我有过其他男人 也生过孩子 我配不上你 两个人从谈恋爱到结婚 只要相爱便可以了 谁去管他配不配呀 我不值得你去爱 红艳 值不值得应该由我去说 而不是由你 或者由任何人去猜测的 而且我告诉你 十二年前我就已经开始暗恋你了 经过了十二年的思考 我认为你非常值得我去爱 而且值得我爱一辈子 我不明白 你在说什么 十二年前 你红遍上海歌坛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 你赶场演出 你的黄包车 撞到了一个用报纸 遮着头的穷学生 你拿出手绢来 让他遮住伤口 从那一刻起 你也打开了他的心扉 从此 他决定存钱去听你唱歌 可是他收入微薄 而且还要照顾病重的母亲 等他真正存够钱的时候 你却无声无息地退出了歌坛 红艳 我是认真的 不论你之间经历过什么痛苦 我希望以后的道路 我可以和你一起走 一起分担好吗 事情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 你能接受我 但是你的家人 朋友 他们能接受我吗 别让你相信 董艳 我有这么不堪的过去 我的年龄还比你大 我怕你以后会后悔 红艳 如果你不喜欢我 你就直接说好了 你不要拿这些 拿这些不是理由的理由 来搪刺我 read 天晴 谢谢你的好意 红颜 我不要听这些绕圈子的话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的眼睛 我 我 我给你三个数 如果你说不出 我不喜欢你这五个字 我就当你承认了 一 二 山青 红颜 红颜 我是真的爱你 我们不要再去管那些 不重要的人和事了 我只知道我想和你在一起 我想让你幸福 让你快乐 不想让你一个人去承担那些痛苦 侯爷 和我在一起吧 我会儿 我和你第一个人去打 这六个人的 我就是我们2个人 我一个人就去那这个人 我就要把你带回来 我把我给你印象 我给你 这个人 我把我提侠不了 我把你带回你 有什么感触是吗 要不是因为我 你哪会过这样的生活啊 这生活怎么了 不是挺好的吗 你没听过什么叫做 文穷而后宫啊 我不吃点苦 怎么能写出好文章呢 你信不信 我在这儿写的这些稿子 一定是我整个小说里面 最精彩的一部分 你呀 都什么时候来还说行 我说是真的呀 这些苦比你之前 吃那些苦来说 根本就不算什么 程优 只要能跟你在一块儿 别说是现在了 就算是今后这几十年 都过着这样的日子 我也会很满足的 好好吃的杨顺面啊 谢谢你啊 文忠 你要再跟我说什么 谢谢我 连累我这样的话 你信不信我真生气了 你信不信 我会像以前那样 每天把你骂得狗血淋头的 我才不怕呢 你确定你不怕是不是 当然了 以前不怕 我现在更不怕了 不过说实话 还挺想念以前 每天跟你吵架的日子的 那个时候 虽然天天跟你斗嘴 但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 行 既然你觉得有趣的话 那我就不客气了 程蝇 你个小骗子 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 你非要把你自己受得 五牢七伤你才甘心是不是 你说你你你你你 你来劲了是不是 别以为你整天穿成这样 每天装装文艺 你就不是小白了了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我像原来那样 你 我吃面了 面坨了 你怎么那么烦人 烦人烦人 你再打我 我还请你信不信 我再打起来 我真亲你了 那是我人生中 最奇特的一段时光 焦灼中又轻松 苦难中又甜蜜 就像那碗简单粗陋的杨春面 却有着幸福最本真的味道 你们一向给世纪百货的 都是三个月的期数 为什么现在要每一个月 清算一次呢 林老板 您就多多体谅体谅我们吧 我们这也是奉命行事 是啊 是啊 这样吧 我先给你们开一个星期的期票 如果还想跟世纪百货 做生意的话 以后不要每天来烦我 如果这期票 一周以后兑换不了的话 我可不敢保证 我们公司那个养老头 会做出什么出格的行动 我说能兑现就能兑现 阿权 送客 请吧 二位 走 岂有此理 高文忠的破小说 既然能把我逼到这部天地 我稍不留他 真是强盗众人推 直到眼下我资金赤金 他们就联手上门逼债 必须要想办法弄到资金 不然就真的完了 grosse赤金赤金赤金ech 把我拿银 拍叠 你还是那么沉不住气啊 不满都挂在脸上 这样不好 做人要宽容 就像你 偷偷解散了金舞台 遣散了所有的演职人员 我又说什么了吗 大哥 对不起啊 我还没来得及向您汇报金舞台的情况 我来不是兴师问罪的 我是真心实意想要帮你 你毕竟是跟我出身的 和我妹妹又有那么一份情缘 看着你今天一步一步落到这步田地 我真是不忍心袖手旁观哪 如果大哥能够伸出援手 结果然没至极 我真的感激不尽 爽快 那就把你世纪百货 进出口的船借我用用 可以啊 不过可能有点有备你的原则 帮我运些军火吧 军火 我不会让你白白冒这个险 十万 不过你别想多了 这钱可不是送给你的 是借你的 十万没有利息的银行贷款 你什么时候资金周转开了 再还给我 大哥 您这么做 会不会太苛刻了 商人重力 莫问是非 这不正好解了你的燃眉之急吗 不过 这些军火是给日本人的 什么日本人 中国人 能让你赚到钱就是好人 你也别犹豫 要不是我的船出了点故障 想找新的用还轮不上你呢 你是想用这十万块钱 起死回生 还是想抱着做好人的梦想 在上海自生自灭 你自己选 你真是因为 你不要担心 我要担心 做完 一直理想 你没有国家 真是 这个人 当你暂停 我 对 对 这个人 是 对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偏偏不听 结果呢 大哥 我错了 以后该怎么办你想好了吗 全听大哥安排 世纪企业想短时间内东山再起 怕是不可能了 趁着你手里还有几条 做进出口贸易的船 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地运军火吧 我会给你一个合理的分城 你看怎么样啊 我知道了 我看出来 你是快做生意的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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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